各位好,想就着近期的一些事件,一些悲伤的新闻,都想做一些看法等等 相信大家如果有看过近期的新闻,大概都会知道我讲的悲伤新闻是有哪几单 那中共有三单的,相信在这个6月的时候,大多数的香港人都处于一种很精神绷紧的状态 譬如会对一些新闻就很上心,很紧张,精神就特别绷紧,可能作息就很混乱 还有有时会觉得可能那个心口可能会有一些苦闷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自己是有几次有这种的感觉 那个心很苦闷,或者是很辛苦,很难休息,很难以呼吸等等 那种情况出现,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有这种的,有机会出现过以上的一些感觉 那都想讲一讲,其实 其实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很傻的一个做法来的,是一个很傻的做法来的 那因为其实一个抗争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和大部分人都是同路人的话呢 那证明大家都是在同一个阵线上,是的 如果是同一个阵线上的话呢 他并不希望你有任何的差池或者是一些的损伤,是的 就希望一起可以看到这个抗争的最终结果是如何,是的 其实都想讲,其实都真的足够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抗争,斗智,斗力的时候呢 还有一样东西呢,是很需要去斗的,就是斗长命了 就...其实如果你是...不够长命,或者是身体不够好的 你是没办法做一个好的抗争啦 所以希望各位就...如果有以上的念头的时候呢,就...最好想一想 其实...如果真的想赢的话呢,并不是以一种那么傻的做法去...去...行动 反而是应该是应该用一个...以一种斗长命的一个信念 去继续做一个抗争,是的,因为其实都... 还有很多人都是跟你站同一个阵线的,站同一个阵线 跟你一起...踏上这个的... 旅程啊,或者是这个的...抗争之路,是的 这个地方都行 broken 就是你继续做一个的抗争 那么你在这边 留意呢 我跟你这边按一下 是因为我没有的 mechanism 对,也就是自己有的 那么你 很会有的